英国王后卡米拉在加冕日当天限制王室女眷佩戴皇家王冠,这一决定让很多王室成员不满,最后凯特王妃表示支持公共查尔斯热爱自然的本心,所以选择佩戴花冠出席。 大家好,我就是陪你一起看王室故事的那个拉不住的风筝,为了方便下次容易找到,看视频前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哦。 我们接着往下看,卡米拉想在加冕日当天独一无二,她的目的确实达到了,当天只有她一个人佩戴了玛丽王冠。 此前外网报道,卡米拉要求凯特王妃做一个平民的王妃,尤其是访问或参加公务活动的时候,绝不能只顾自己美丽,要考虑当地的消费情况,最好选择一些小众品牌的首饰、服装、鞋包等,减少佩戴王室珠宝首饰的频率。 凯特王妃近两年确实低调了很多,参加公务活动穿了很早以前购买的服装,据对比,有八年前购买的大衣,这对一个王妃来说,确实很节俭了。 近日,凯特王妃和威廉王子参加约旦王储的婚礼,凯特王妃佩戴的全是王室珠宝,情人节王冠,雷维尔吊坠耳环,这就违反了卡米拉的要求,毕竟约旦也只能算一个小国,凯特王妃的行头太耀眼了。 据说,威廉王子霸气护妻,表示很多决定需要召开家庭会议讨论,而不是卡米拉一个人说了算,凯特王妃完全有资格借贷皇家王冠,为什么卡米拉要管这么多? 如今的卡米拉即使是努力洗白,也毫无意义,她的所作所为已被世人铭记,凯特王妃在公开场合致敬戴安娜。 卡米拉先与戴安娜结识查尔斯,而且两人相爱,但戴安娜却是王室钟情的王妃人选,因为单纯善良家世清白。 适合为王室诞下下一代王室子寺,卡米拉前半生叛逆,邋遢,私生活混乱,她自个儿也知道与查尔斯没有未来,她与安德鲁结婚生子,但也不放弃不抛弃查尔斯。 或许她的曾祖母爱丽丝成为爱德华妻式的情人,由此获得地位,珠宝以及房产,这一切让卡米拉看见了自己的目标。 卡米拉的运气比她的曾祖母爱丽丝好得多,查尔斯王子持久地迷恋她并选择为了她与戴安娜离婚,她深度进入查尔斯的婚姻,但她们的婚前恋情以及未生年录音让她们成为全球地公开丑闻,她也成为英国最讨厌的女人。 这对夫妇声名狼藉,她与查尔斯2005年举行小型婚礼,也不被民众接受,并被认为是一个诡计多端的婚姻破坏者。 令民众震惊的是,卡米拉为了登上王后之位,她与查尔斯聘用公关仕途洗白。 众所周知,查尔斯与戴安娜结婚前,卡米拉与查尔斯就纠缠不清,但因为王氏反对,两个人虽然没有走入婚姻带依旧藕断丝连,这让戴安娜痛苦不堪。 但查尔斯称因为戴安娜出轨在先,所以她才会与卡米拉约会。 戴安娜确实只是一名初中生,但她善良,热衷于公益事业,而卡米拉却嘲笑戴安娜只是一个爱脸红的斯宾赛小姑娘,而且是一个疯子。 卡米拉的儿子汤姆跑到电视台声援,称她的母亲卡米拉与继父查尔斯只是因为爱情而走到一起。 女王也在查尔斯的生日宴会上高度地赞扬了卡米拉,称查尔斯有今天的成就,是因为背后有卡米拉的忠心支持。 即使在洗白,卡米拉依然白费心机。 虽然戴安娜王妃的生命永远定格在36岁,但她的两个儿子威廉王子与哈里王子铭记在心,并告诫他们的下一代,他们只有一个祖母戴安娜。 她善良,美丽,威廉王子会佩戴蓝色勿忘我花是爱,凯特王妃出席公务时,会佩戴戴安娜遗留的珠宝致敬她。 而另外的一则爆料是,众所周知,梅根最讨厌的人就是凯特,估计她能和王室和解都不可能和凯特和解,因为她样样比不上她。 比老公,人家老公是王储,他家老公是被胎,比孩子,人家人多是重,威尔是天团所向披靡,他们家人少颜值还不高,出来一次群潮一次。 比来比去,梅根宣布封嘴了。 其实,之前凯特是很害怕和梅根发生正面碰撞的,很少表达情绪的凯特曾经透露过,他看见梅根就浑身不自在,和她一起出现在白金汉宫外接见纪念女王的子民,是凯特一生中最艰难的时刻。 但是有句话叫越战越勇,勇气都是在战斗中激发出来的,自信都是从胜利中积累起来的。 自从梅根在和王家的斗争中节节败退之后,一向不爱惹事的凯特也一将圣勇追穷扣了起来。 他穿上据说和梅根撞衫的单肩礼服,足灯根姐最爱的小蝴蝶高跟鞋,一副撩险的得意,把眉粉气的半死,虽然梅根没办法回应,但是我估计公爵夫人也好受不了,有没有打滚都很难说。 套句那个服不服小品里的名言,那都是我第一词,风头。 啊,可是是又咋样,按照哥儿姐的逻辑谁抢都算谁的。 凯特只不过以其人之道,还至其人之身罢了。 前一阵子梅根他妈陪着闺女去领奖,这个黑婆子好事不干,陪着梅根大闹纽约城,一直默不作声或者暗中支持着女婿和闺女睁眼说瞎话。 只不过可惜的是,老太太没沾到女儿的光,反而见证了哥儿姐史无前例的大翻车。 老太太好不容易出来一趟,却跟着一起丢了一次人,陷了一次眼。 而越战越勇的凯特面对此如此良机,怎能浪费。 于是,凯特的妈妈和妹妹,很没必要地出现在了约旦王储的结婚典礼上。 要知道,这个婚礼只邀请了140位嘉宾,而凯特就给娘家搞到了两张入场券。 也是含娘家量超高了。 当然,凯特一家有约旦旅居时,趁机会安排妈妈和妹妹一起来个故地重游不算过分,作为王储妃,这点特权还是有的。 只是这时间掐得刚刚好,理由也有点差强人意,难免让人不会多想。 凯特不会是有意让娘家人从幕后走向台前的吧? 不会吗?你信吗? 感觉这不但是凯特的精心安排,而且是大有深意的安排。 因为王氏的肥皂剧真的很像甄嬛传,在联合王后班导对家,梅根,之后,凯特和卡米拉的矛盾又升级成了主要矛盾了。 只不过甄嬛在一个阶段有一个阶段的打怪对象,而凯特则需要两线开战。 谁都知道,凯特的娘家在查尔斯加冕礼上受了委屈,所获邀请远远低于卡米拉的前夫一家子,人家连小毛孩子都来了,而凯特一家仅仅获得四张请柬。 这双标对待让凯特很是不爽,甚至在切尔西的花园会上罕见的单独行动,狠狠地抢了一次国王和王后的风头。 很难说这次约旦之行是王氏对凯特的补偿,还是他自己争取到的利益。 失之东云收之桑鱼,不管是谁的安排,这不被拿捏的态度是谁都看得出来的。 毕竟举止得体的家人会给凯特加分不少,他们不会抱怨座位靠后,没有合影之类的,也不会怂恿女儿和女婿状告约旦,让他们吃不了,兜着走。 这样优秀的家人和同样优秀的王楚飞,算得上是互相成就,双向奔赴了。 再回头看看卡米拉的闺蜜团,还有梅根他妈,不是拉胯就是惹祸,几番对照,自然会让王楚飞的人气大涨。 所以说,王家无小事,闲来一笔,或胜或负,就在这谈笑之间了。 梅根不就是因为一张合影就连夜跑到加拿大去了吗? 而口碑刚刚有点好转的卡米拉,则因为王冠门事件一夜就回到了解放前。 而一向稳扎稳打的凯特,绝对不会让自己出错,如果把带着妈妈和妹妹一起出席婚礼, 只当作凯特给娘家人安排的一次免费旅游,沾王家的便宜,那就太小看他了。 毕竟皇家外戚的强弱,一直是宫中之人的底气,凯特选择在约旦让家人亮相, 无疑是在提醒王家,不要忽视了这位未来王后的存在感。 所以说,约旦之行,凯特急一吐了加冕礼之怨气,又打了哥儿姐纽约行的脸, 还给自己搏了眼球,进一步巩固了自己在王家的地位,可谓是内外坚固,一箭双雕,堪称是一招秒棋。 谁家没有几个娘家人呢?但是凯特的这智商,这手腕,梅根比的了吗?卡米拉比的了吗? 说实在的,真是替他们绝望呀。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,你对王室有什么看法呢? 欢迎评论区留言我们一起探讨,别忘记订阅开启小铃铛,小编在此万分感谢你的支持,我们下期再见。